心态对身体健康有多重要,影响有多大 我们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这个的重要性 要远大于身体本身 可以讲三七开,70% 因为它是主导 它是从无形到有形 你一开始看不见的,就所谓的玄学 其实外界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经过时间的常年累计所演化出来的 心态决定了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决定了结果 那么身体的演变其实也是这样 只不过我们看不到 太极生两亿,两亿生四象怎么变成人身的 那已经是后天的结果 这种例子呢 也不乏 但是说出来 你好像也不以为了 那我做过很多这个极端的一些实验 什么在病房里 在病房里拿刀的背面 只是轻轻的一拉 那么这个人旁边放着滴血的 水滴的音乐 他以为在滴血 死了 没过多就死了 那这都是顶尖的 生物科学 研究的结果呀 也没那么难啊 但是这就是一种体重 那还有呢 就是给你吃一个药 说这个药有神效 那么你的意识就开始运作了 所谓的意识其实是 后天的意识 还达不到你那个先天的灵体 那才是从天地自然达到的 但就以这个为所 比较高的这个层次 其实它跟心态啊 具体怎么去拆分 我们也很难去 因为都是人造出来的名词 但意识本身就是心态 或者是意识影响了你的心态 反正都看不见了 你怎么说这个名词 说这个药有用 好了 没过多就好了 说这个药有神效 那还有相反的例子 其实就是给你吃了一个米粒 相反的就是说 说这个药没有 那你怎么吃 其实是比较高端的 体炼化合的 但怎么吃都不好 他说它是负面的 反而身体越吃越坏了 但是说人呢 还有之前说那个水 知道的那个 日文科医家做的实验 随着你的心态的转好 你会跟它产生 透明护震 那么这个水 结晶就非常漂亮 如果是在上面贴一个 很坏的名词标签 这个水慢慢就变得扭曲 是用高倍显微镜下看到了 有人说这是假的 其实这种事 不管它本身怎么样 很多很多 可以可见心态的重要性 人心 心静自然良 真的 你静下来 如果辅助的话 我们老强调身体 你打坐 这个时候 甚至说赶紧打坐 赶紧睡觉 马上身体就有所换合 就地上一坐 不管走到哪 来不及了 �대 不是 大 对 这边 温度 所以 这边 整